我沒聲音 好的,各位觀眾來看一下這個WCA WCA中韓對抗賽第一天賽事的比賽狀況 這個中國隊出師不力啊 哎呀,這個 兩位小將啊,120和Live都沒能夠頂住壓力 然後都是被兩個0比2 被兩個2比0給帶走了 這邊是120 0比2輸給了Lonit 然後Live是0比2輸給了瑞曼的 那現在所有的壓力都放在我們中國獸王 Fly百分百身上 不過Fly我一直都是很信任他的 這個選手在直播當中 有時候確實是很浪 但是在線下真的是一個比賽性選手 線下的時候是真的一點都不含糊 說一不二,這就是獸王 對手是對面的韓國獸人Fox 是一張地圖是天夢 兩張天夢,地圖會打兩張天夢 真的這個賽事怎麼這麼奇怪啊 我靠,看一下雙方的變化 是不是會出現在單地洞跳本 和雙地洞跳本這個上面 射人內戰也只有這裡了 先知這個東西再也不可能出現了 這東西 不過現在新出的幾張地圖 一個那個達拉燃 還有一個新版的天夢 裡面都少了那種 就是全清電的怪都不出那種永久品 都很少出永久品 都是那種消耗品 這就導致了劍聖 就是從側面削弱了劍聖 從來增加了這個先知的出場率 因為暴雪說過的 在下一個版本當中 肯定是劍聖會削弱 然後會想辦法把這個先知給他弄出場一下 因為這個畢竟是獸人的打法 不然英雄實在是太單一了 這邊Focus是雙地洞 Fly這邊果然是單地洞跳本 Fly在平常練習的時候真的很少用這種打法 但是在比賽的時候 他這樣的打法就很偷的 他這樣打 打到後面就是什麼 他這邊是一級劍聖 然後三級小歪 別人那邊是三級劍聖 一級小歪 這一波這個奶這個東西 說實話和輸出比起來 到底是奶重要還是輸出重要呢 你這個三級劍聖其實和 我覺得還是三級小歪厲害一點 一整奶誰都受不了 這邊大級看見了苦弓 如果這個苦弓看見這個 看見Fly是單地洞的話 那劍聖是肯定是要過去搞事情的 這邊苦弓看見了 那這個Fly的劍聖不能再往下走了 Fly的劍聖得想辦法 得回去了 好的Fly意識非常的棒 真的非常的棒 這就開始回去了 這波Focus應該是抓不到任何東西的 這個大級也開始回防 漂亮 這波打的真的漂亮 好的 這波直接相遇了 表示 劍聖你怎麼在這兒 好的 堵住位置 不要讓他砍地洞 那好 這樣Fly前期就很賺了 因為雙地 單地洞的開局 就怕別人來過來收了你的 第二個和第三個地洞 那你這樣還白賺一個苦弓 對面Fox是雙地洞開局 這樣你沒練級 前期真的是Fly賺了好多好多 你這帶著兩個大技 對吧 你這帶著兩個大技 集也沒練 現在和等經驗反而落後 這邊Fly 你還想過去騷擾 這別去了 這去真的騷擾不了 什麼東西 Fly這嗅結真的是靈敏 這邊商店和第三個地洞 這邊是要強拆嗎 感覺沒什麼機會 拆的話會耗掉很多血的 兩刀已經砍下了三刀 感覺沒機會走了 Fly是這個建築鞋 大家看一下 他打15人 因為這張地圖 這個地方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說沒辦法封鞋 所以他選擇的是一個半封鞋的開局 就這邊是封住的 然後留這個口子 好的 這邊不追了 開始雙線鏈機Fox 只能練練這種小點 完了這樣科技領先很多 這邊Fly本快好了 這邊才一半 而且待會 主要是現在你這個擋法 待會劍勝 肯定是會差很多的 本來說劍勝要差很多 但是現在劍勝卻相差無幾 這邊四個大技 Fly這邊 開始偷這邊Fox的點 先把三級怪給練掉 這邊Fox真的是沒事情幹了嗎 來這偷苦弓 這裡達到這種東西 其實這種偷苦弓的東西 只對那種偏低上的那種樂儀選手有用 現在這些操作好一點的都沒辦法偷到 你這有地動 你在這瞎耗血 有什麼有什麼意義呢 這邊還能偷掉一個 還能還能還能賺掉一個這個大技 好 出來這邊賺了 好的 這邊兩個大 四三個打四 四個打三個 都沒打過 這邊Fox 要出來砍一刀嗎 要不要出來砍一刀 這邊 還在繼續打 這邊小Y已經開始在生產了 這邊小Y還沒有出來 大家自己想想這個時間的差距吧 你這邊 主要是 主要是你這邊小Y沒出來都沒關係 關鍵是這把 健身等級實在太低了 這裡連抓一級的健身 連抓別人練級的資本都沒有 待會別人小Y一出來 這女性電 你這最多二級健身吧 我不說了 這二級健身 你怎麼抓 怎麼抓別人練級啊 這幾分不就這麼短短的十幾秒鐘 然後 別人還有狼奇有網 這就根本沒法抓的 這能追死一個大技 不過這邊能練掉一個五級怪也行 Flight的健身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了 變 沒變到 差不多得了 要日常 等等等等等 等一下CD 等一下CD 等一下 別別別 壓背 我操 嚇死寶寶了 這邊還沒有 還沒有這個 沒有粉 那好了 現在優勢很大 小Y還在照 可以去練啊 上電 或者這個 看這個架勢應該是要去 往這個風況點位來了 這個風況點位是非常好練的 就四個兵就夠了 把這個動物給殺掉 這邊Fox想過來抓 鼻子倒是很凝 真的 全是這種獸族 都是電擊哈士奇啊 我靠 主要是獸人內戰 這個你想練哪裡 其實大家心知都是肚明的 就看弗奈斯波怎麼防 這裡真的 你這二級健身 只有一發幾風波 我勸你別浪陣了 這浪可能就要死在這了 好 這邊開始打 先把這兩個三級怪給收了 這邊想過來 想過來槍 堵住位置,不要給他搶 堵住位置 好的 打不到 這邊一樣的一個狼琴過來 這個劍身要不要砍那個狼琴 還想過來 堵住位置,不要給他 我操,Fly這操作果然吸力 好的 繼續把這個收掉 急風波 Fly身上是有一把粉的 你得注意一點 我勸你 還想搶 三級怪就沒必要搶了吧 这里可以走啦,马上到时间啦,这二级健身就是这点,这根本就没有什么抢的资本 而且这里抢一遍又晚 拜拜啦,您啦,好了,还是傻啦一下 看一下打到个什么闪避护肤,可以卖了一会儿 这边小Y自己念自己的 马上 但弗莱这边科技很快啊,虽然二级健身一级小Y这边 反而健身也是二级,但是经验并没有这边多 而弗莱只要再念一个点的话,健身是能够到三的 看一下这个点能打到什么,好的一点呢 一人面罩,磨牌都是可以的,打到一个最没用的 那个,好像是磨抗斗篷 就是那个磨抗腰,抗磨腰带,33%的那个磨法洁面 这边念掉这个石头能打到一个大雪大磨,是最棒的 来来来来,最好是大磨 大磨大磨,好的,照一下 健身念完这个点能到三,打到一个大雪,大雪也行吧 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好的,三级健身 这下可以过去抓了,而且鼻子非常的凝 马上就修到这边Focus,想过来电这个商店 健身,诶诶诶,该转弯得了,好的好的好的 我操真的,诶诶诶,有意这种是国家杯的比赛 所以说我们的情节,所以说解说的时候 不免会带有一种,因为这个我们并不是在台面上解说 只是私自的自媒体,像这种带有一点这种民族色彩在里面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肯定是希望中国就赢啊,这肯定没什么 这波抓的非常伤,而且这野怪一直都在打这个白牛 白牛表是很疼,顶起了这个群方简直 一个大鸡被砍掉,然后这边还变掉一个狼旗 这波Focus血崩 而且这边这个六级的怪,大家看见没有 一直在打这个,一直在打,一直在打这个白牛 这白牛都快被打死了,好的 一个群,一个群不吃掉,这边还在切这个狼旗 这个狼旗 这边Fly守不得这个治疗波,他想干嘛呢 现在,刚才我就没见他放过治疗波 是想等小Y3,是想等这个小Y3级再放治疗波吗 因为他只有一口了 这Fly贪还是贪 好的,马上疾风不想吃这个白牛 赶紧疾风不过来 好的,这边,白牛虚无,好的 及时的步行,那这样把这个点点了 小Y马上能到3 这个六级怪,而且小Y现在身上有一个 我刚才看见一个非常好的宝物 没有,刚才看错了吗 那是对面的小Y吗 也没有啊,那我点到什么毛线啊 对对对,我就说嘛 我刚才看见一个特别好的艺人面罩嘛 我就说 这是,诶 诶,这是刚打的呢,那我 眼花呢 我去 这波效果太差了 我是傻逼 这边Fly现在优势很大啊 Fly就是8起 这关键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 排兵不正有一点问题 但是像魔兽他们这样的选手 应该都不是队长安排的 都是自己看地图选的 像120和Nive这样的小选手 压力确实很大 其实我觉得还是让Fly这样的老油条 他们Fly英飞这样的老油条 多打一打 新选手跟着过来打个打个几场 当然重点也是培养新选手 但是第一场确实输了两个 现在比分是6比0 韩国对6,中国对0 这确实让人 比较窝火,这是比较的嘛 这毕竟是国家对抗嘛 好的,这边先切掉这个磕多 非常关键的一个磕多 下面再不停的切,狼奇切磕多很疼的 因为磕多是无甲,狼奇是攻城攻击 好的,这边还在继续打 两边都拖上了苦弓 弗莱特坚生一直在切对面的狼奇 这点细节是非常好的 而这边,Focus的健身 既然是在砍这个 一直在砍这个磕多 但是这边,因为三级的小外 奶量很足,而这边也是三级的小外 但是已经没奶了,这边因为有一个艺人面罩 好了,这边打出了机器 恭喜Fly 终于搬回了一小分 总不能老输吧 Fly上场的时候 肯定都是带着一股杀气上去的 像这些中国的老贤士 他们把国家,其实如果是代表 国家容易去打的话 他们是看的比个人比赛还要重要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 各位,拜拜 中国队Fighting